台中警方逮捕到一名飞车抢匪 嫌犯平常流连网咖 专门抢路上落单的妇女的皮包 结果嫌犯在刑抢时 刚好被民众和巡逻及警网募集 这位建议有为的民众 甚至还用自己的保时节跑车 撞倒了嫌犯的机车 和警方合力逮捕 警方赶到现场 和建议有为的民众 一起将嫌犯压制在地上 这名热心的民众 当时甚至是用自己的保时节跑车 撞倒嫌犯的机车 24岁的烂心男子 平常游手好闲流连网咖 没嫌花用就在街上 抢夺妇女的皮包 其中一名被害人 甚至还在跟嫌犯拉扯的时候 跌倒受伤 抢夺妇人行走路人的皮包的时候 那妇人紧护着他的皮包 在拉扯之间的时候 那个被拖倒 嫌犯在苗栗地区 已经犯下多起响案 想换个地方避人耳目 不料在台中街头行响时 郑晓被巡逻警网 和热心的民众募集 联手将他逮捕 他在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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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